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开炮了 现在包括里长也呛柯P不喜拍桌来抗议 我们要还原在昨天就是在信义区在西村里的里长袁长生 针对法轮功的议题跟柯文哲开呛 引发柯文哲的不耐烦之后 拍桌一度要走人 虽然到最后被拉回来继续听简报 但是柯文哲不断的发出怒吼大喊 我现在宣布会议结束 我们稍后还原这个现场 有人说他是挺爱国同心会 跟柯P对抢这个里长 他是在中国是做生意的 是有工厂的 真相是什么 我们稍后连线给他 柯文哲真的错了吗 而台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政首长呢 我们做一个对照组 他是谁呢 对照组 我们稍后这是里长 这个对照组要看的是刘正宏 为什么呢 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政首长 马总统的亲密伙伴 他是前苗栗县长刘正宏 他带给台湾什么 给台湾又制造了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捍卫苗栗青年正姓成员陈维婷 他前年对前苗栗县长刘正宏丢鞋子这个案子呢 今天在开庭了 两个人在庭上首度交锋 刘正宏在庭上怎么说呢 他说他不知道先拆房子还是人呢 就是张药房的老板张森文先死 不知道房子先拆 还是说人先过世 陈维婷今天盛怒 用手指指着他 你把人逼死了 他会来找你报仇了 我们稍后来看看还原这个现场 陈维婷怒骂刘正宏 张大哥会找你去报仇 台湾你怎么要看这样一个行政首长 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行政首长 台湾真的颠三倒四的政客有多少呢 我们真的像柯文哲 要将柯文哲首长 还是要像刘正宏这样一个首长呢 当然此刻柯文哲面对的是捷运的安全问题 大巨蛋的安全问题 大巨蛋的安全问题会不会拖垮了捷运的安全 你看到周理良从感冒不会死人 从感冒只是流鼻水来形容现在捷运的状况 捷运局的态度还要继续暧昧跟相怨下去吗 当周理良昨天所讲的 我们稍后李庆元大哥带来的独家消息 没有李庆元大哥的去要资料去呼吁 没有余烈理事长公开要求捷运局公布资料 你觉得会有昨天这场记者会吗 他说从光复南路从中向道路到一线路口 以11种监测器设了316个监测点 结果呢到24号 这个月24号已经发现有12个监测点 达到了行动管理值 观众朋友稍后李庆元大哥告诉我们 什么叫行动管理值 两个字就是危险了 为什么是叫做危险呢 好要提出改善方案 稍后我们要连线给 这是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的理事长余烈 因为现在捷运局证明远雄施工 对阀南县造成的影响 但是不至于破坏隧道 如果不是破坏隧道也不会影响通车 昨天开这个记者会这么紧急要做什么呢 要求远雄把地下结构的大底稳定 5月底要完成成立监督小组 每两天进隧道来观察 余烈理事长到底怎么看 捷运局怎么确保市民的安全 怎么捍卫每天百万乘客的安全 捷运局你还可以再磨灵两可吗 为什么周一扣昨天不惜要求周立良 你应该要下台稍后连线给余烈 怎么看这一份监测调查报告 什么叫做分区开挖到5月底要完成 5月底前能够保证安全吗 这时如果在5月底金钱 底当来要如何呢 为何余烈忧心周立良拿人民张赌注呢 当然在此刻 怎么刚好日生生的福州合宜住宅 大梁也震出了一个裂缝呢 为什么台北市的BOT都震了大家 人情惶惶呢 一股反科力量是不是正在邻居当中 我们说选立委的带头在呛科匹 徐旭东也加入政局 包括李一定也加入政局之外 稍后连线给新一区这个里长 到底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形 台湾面临的包括有多少民意代表 被中国所谓的入导入户入信吗 当中国的配偶大局五星旗 入侵到台湾的领土 你觉得可以吗 稍后李俊英大哥帮我们做分析 情势有多么严重 交通部你别冲一下 台湾的海域打算要开放中国船只 每一年哦 四百艘可以进入 沿着台湾的海域来行驶 主权可以这样子让渡吗 朱立伦主席会 我们稍后要请教陈学生大哥 请问一下 朱立伦跟习近平要谈什么呢 该不该谈所谓的统战 入岛入乎入信 该不该去谈所谓的让渡主权的问题 每一年开放四百艘的船只 沿着中国的沿海这样行驶 可以吗 需要这样子吗 朱立伦要不要问问习近平 不要这样子行不行了 来 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您刚刚已经特别听到了 这几位包括要解读司马文武 今天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认为马英九给朱立伦穿小鞋 来 订阅您邀请资深媒体的周一扣 大家好 以及民讲集立法李俊英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带来第一手的观察 欢迎政治评论员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以及陈学生大哥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庆联 小军好 大家好 松烟护述志共团召集人刘毅 大家好 观众们我们来看 还原在昨天 为什么科匹跟这个里长 竟然会上演拍桌火爆的戏码 初暴动拳头 101前成战场 我摔他了 你摔起来 我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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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够 够 没种了 脑走 我就要换你这个畜生 第一分局换十个都没有用了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 被打上网 我就把他换掉 怎么老袋你装大便了 你这个 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还是一室之长 所有市民感到羞耻 他是台北市西村里里长 严长生 镜头前细数对柯文哲不满 甚至前一天里长座谈 柯市长为了他拍桌走人 一开始是法轮功打人的 你看吧 他们打人 后来他们在换手 就这样 就这样 你看他不准走 后来他就走 他就回来 他被我这句话震倒了 真的他不好意思了 时间回到桌山上午 严长生是最后一位里长发言 开口就提法轮功明明先出售 打爱国同心会 他执疑科市长包庇法轮功 柯文哲脸色一沉 回说如果法轮功打人就带走 有没有问题 严长生又加码 执疑科文哲跟法轮功到底什么关系 为何帮他们撑腰 这时柯市长已经按捺不住 拍桌说打人就带走 里长立刻回呛说 你很奇怪耶 双方一阵争吵后 柯文哲二度拍桌宣布散会 实际来到101观光景点 众多观光客中 法轮功在广场练功 确实引人注目 而实际了解 严长生是国民党级里长 连任三件早就对柯文哲不满 如今逮到机会 当场给柯文哲洗脸 也把里长跟市长座谈 彻底闹僵 来 我请教周姐 这样的里长 这个场面你怎么看 我们马上连线给他 其实今天在这个上节目之前 我有跟严长生里长 有通上电话 那他这个完全否认 他是为这个爱国同心会 讲话 那他说 他是因为柯文哲市长 这个讲话没教养 说新一分局 甚至于连最近 他讲的那个 那件事情 什么脑子里面怎么样的 就为了围停的那个事情 他都说 这个他有意见 他觉得这个市长 这个如何 那其他的东西 他都没有好好的答 他讲的那个 那两个字嘛 那事实上 今天的报纸上 所登出来的是 这位里长 他昨天跟柯市长 这个为了 爱国同心会 被法轮功 这个打 这件事情 他还调出了一些 法院的判决书 那可是他说 他昨天完全没有讲 他刚才是在电话中 跟我说 他说 他是因为为了 新一分局 前一次这个 柯市长说要调走 他认为不合理 他才跟他这个争辩起来 但是最严重的是 今天在PTT上 我们有这个乡名 大家这个拿出了一些资料 这个资料是非常确凿的 这个 眼里上很有趣 因为我一开始在 这个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是他办公室的 同仁接的电话 你是他中国生意的 那个同仁先讲说 我问他说 他们PTT上的这个乡名说 因为他是中正理工学院 同步系毕业 这是真的 然后他在武汉的一个江山 树岗有限公司 做总经理 这是网友说的 那我就先问他的办公室 接电话的同事 那也是一个男生 他说 那是好多年 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已经好久没有去大陆了 然后这个 颜理长 因为他知道 这个我要找他 他就很客气 我来接电话 那他就说 那个就跟我沟通 然后我就说 那你大陆那件事情 怎么回事 他说 那一乡名只有两个字 叫垃圾 那我说 那你到底有没有在那上班呢 那没什么好谈的 你再继续问我 我也觉得 这个要用两个字来回答 所以我从 跟颜理长的对话当中 没有办法 从他口中得知 他到底有没有在武汉的 这一家树岗公司 做总经理 那如果没有 就直接了当 没有 所以有又怎样 问题是有又怎样呢 有这个正大光明的 这个又代表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因为 颜理长本身是 这个西村里 是四十南村的 这个前生嘛 他那边是 眷村区 深蓝的多 加上那个上次选举的时候 连圣文特多 当然是一个意识形态 不过 我认为 其实像颜理长 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当天开会 确实是替爱国同心会 要这个 真公道 那甚至于还有那个 这个非常积极的作为 然后第二天 你又把它转移 交点 其实不太好 其实颜理长 应该跟我们节目 再好好沟通一次 你刚刚说了 湘明的资料 对不对 你这边是不是 进一步的资料 我希望 里长你可以接电话 因为我先前跟他沟通过 那其实他对于 他有点回避 在座的部分 他说 我不想跟明嘴同台 那我说 没有关系 他说 你们都扭曲着我的意思 那你又不是说 那你不要怀疑一下 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如果 湘明认为说 你的背景里头 是在中国有做生意 那我很好奇 你现在是站在 里民的声音来发声 还是在中国的立场 来呛科P 来 你读了资料是什么 王定宇 我先把一些客观的事实描述 我们再来评论 第一个 昨天这一场 是柯文哲要到各个里 这个区里面去听 里长的一些意见反应 那这一位 吟长生里长 讲的内容几个重点 第一个 法轮功在那边静坐 妨碍市容 第二个 根据 这里长自己说的 他到法院调资料 法轮功又打爱国同心会 不能老是说爱国同心会打人 第三个 一直逼问柯文哲 你跟法轮功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他的靠山 你不要帮他背书 我特别把这一段要描述出来 就是 因为他事后跟大家讲说 没有 我根本没有在讲爱国同心会 我是在帮李德威局长申冤 这位人家叫威拔的李德威 很冤枉被拿出来当名目 但内容是这样子 接下来 那这位严理长呢 本身是军方系统退下来的 他是中正理工学院 那他当到中校 中校退下来之后 他兵工厂中校所长 所以他是有专长的 然后呢 他现在职务是武汉江商树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事长叫王大中 这家公司 你到中国去查 他有一些相关资料 我们就把它调出来 他资本是写10万美金 是一个完全外资的台商公司 所以他是企业名称 武汉这个树钢公司 然后另外呢 外投资企业名称 叫做台湾江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种母公司投资公司 然后呢 这个在职人员就五个人 已经经营11年 那董事长 总计在这个地方 这是资料 那根据这个资料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里长跟市长 没什么大事 里长呛市长 我觉得也应该 反正市长做不好 市民都可以呛他 不要说里长 所以对跟不对 态度上我觉得还其次 那你说柯文哲比较没教养 还是严长生比较没教养 那也不是重点 谁讲的比较有道理 比方说柯文哲 讲脑袋壮大便是他口头禅 他讲人生命哲学 很喜欢用那个东西来形容 你可以不喜欢 可看他的内容 当时柯文哲讲 101前面 谁打人就抓谁 不管谁 那长久以来 我们在YouTube看到的画面 我们都看到一群 拿着五星旗的人 在那边吐口水 呛人 那个是 那个样子 多播几次 我觉得台湾 支持统一的人 已经只剩三%了 再播几次会剩一%半 就是爱国同心委 在那边的动作 到底嚣不嚣张 大家可以公平 可是这位严里长 用里民 里长的汇报的时间 去关心着 爱国同心委这个案子 到底符不符合 四次南村 这个眷村里的利益 我觉得他们里民 自己要去打分数 第二个 我们更衍生出来 他在中国做生意 而爱国同心委 我们如果讲 他是中共在台湾的 外围组织 爱国同心委 应该觉得很骄傲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对的 他的旗子 永远拿着是五星旗 跟我们拿的旗子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 中共的外围组织 在台湾 被台湾的自安机关查处 被台湾的地方首长 要求办理的时候 严长生来 声援他 到底是出于 里面的认同 出于 关系的认同 还是出于 里民的需要 我可以讲 里民的需要 大概不会有了 但是出于什么 我觉得严长生 你不要面对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场合是 难得市长 跟里长大概汇报 我觉得 这个是好事情啊 你应该反映说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 缺什么 缺监视器 还是我们村子 缺水沟 还是缺什么东西 可是你却把 里民的需求放着 去关心爱国同心 为这个中共的外围组织 到底出于什么 而我们再看一些数字 你知道我们现在 这台湾退休的将军 在中国做生意的 这位严长生 只是中校 两个泡泡而已啊 将军在中国做生意的 有120个人 加起来的新兴的数量 有150颗 美国之音 VOA都报告过 这个事情说 台湾大量的退休 将领到中国做生意 而且每一团去 那边都会有应对的 学长学弟接待 相对的单位 中国的黄埔军销 办校庆 请台湾的将军去 中国的十一国庆 十一国庆 就是共产党 消灭国民党的纪念日 会请台湾的将军 去做客人 这个对台湾不分蓝绿 这是不能忍受的事情 有150颗星星 这150颗星星 下面我们在这样 校集的军官 当一个中共的外卫组织 在台湾需要有人声援的时候 有人声援是因为 这样来声援的话 这就是事情了 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如果单纯的 个人理念认同 他就讲嘛 我就认同爱国同心会 我就主张一国两制 我认为五星旗 跟中华民国旗 跟我来讲都是国旗 你大胆诚实讲 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 可是这里面有一些脉络 基于国家安全 我觉得我们应该关系了解一下 他马上可以让我们进行连线 他觉得现在媒体的报道 都误解了他 所以有必要透过他的口中 那么进行连线 来 亲民大哥 在台北市的这一区里头 那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刚刚定理有讲 就是里长跟这个市长之间的 对话互相沟通是好的 可是最近其实呈现 我觉得对跟错 大家可以共同去检验 就像说大家都轮流 就说脑袋里装大便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以讲的 不用去避避掉 我们可以讲爹草 装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台语事实在讲 这个法官也在呛 然后所以我打算连线给他 为什么你认为 柯文哲的脑袋装这个呢 为什么呢 那到底他看到的是什么 来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怎么看 在我们跟他连线之前 亲民大哥 因为柯市长 他确确实在上任以后没多久 他在巡视这个信义分局的时候 他告诉分局长李德威说 这个爱国同经会 如果再打人的话 就要把你换掉 他说法轮功人被打 他没有讲 对他法轮功人再被打的话 要被换掉 他确实是这样的 对不起不是爱国同经会 我也是一个打人一个是被打的 法轮功如果再被打的话 那就要把你换掉 所以当时这个分局长李德威 听了以后 当然他也没有说 特别表示出什么样的 一个反弹的动作了 只是没多久以后 他就跟他 这个在消防局 担任主任秘书的太太 两个人就双双提前退休了 提前退休 那原因在哪里我们不知道 但外界的话评论 可能跟这一次的发言 市长的发言是有关系的 有直接间接关系的 但是呢 就说当时很多的民众 我确实觉得说 说 这个101前面 大家从媒体上来看的话 尤其网路上 当然看到的是 经常是爱国同经会 去骂那个法轮功 而事实上 当然这个东西 会有冲突的时候 一定会对骂 那打 我相信也会对打 只是比例的问题 或多跟少的问题 所以那个地方 经常发生这样 类似的冲突 层出不穷 那层出不穷的话 101是我们的 抢白的话是我们的国门 国门之一 这么多的国际观光客 不是只有路客在这里 如果这里经常发生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 不管是 这个所谓的 这样的冲突 谩骂 诸如此类 确实对我们的国际观察 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柯市长 他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来讲 这个动机我们是肯定的 但是就是说 他当时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说 你这个讲法 是不是你也是意识形态 他也会觉得 他是不是意识形态 所以就如同他今天 去讲那个延长胜利 讲说 我不可以意识形态的 在那边继续扯下去 所以也就是说 双方似乎都被解读成 有种意识形态 可是市政府现在定调 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市政府说 以后这里 不分你是法轮功 还是爱国同行会 你只要在那边 有任何冲突的行为 我就依法执法 依规定来执法 那这个定调是正确 法轮功打人 我照样抓 哪边打人 哪边在那边引起冲突 我们就依法来处理 警察在那边依法排除 依法的话 如果说可以移识法被 移识法办 那我觉得这样的论述 就是算是大家 普我相信台北市民 都可以接受 我不定会这里面有 我觉得讲 柯市长第一时间 讲他意识形态 讲说有法轮功被打 然后用这个角度来看他 我个人认为 其实不公平 因为爱国同行会 长期在我们台北市民 心目当中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外围组织 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被他告过 我还听检察官讲过 检察官只是懒得理他而已 爱国同行会 十几年来 他主要还是 在陈确扁的时代 到处车子乱跑 这个也骂 那个也骂 后来是因为 他的立基基础没有了 所以他才揪着法轮功在那里 这个来跟人家 这个进行莫名其妙的对阵 法轮功 他确实也 对很多人来讲 他也是某种组织的外围组织 但是法轮功的一项的动作 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平和的 静原 他们相对来讲 他们是有固定的游行 我常常 这个我家在仁爱路附近 假期的时候 我都看到 他们固定会有游行 感觉到你必须承认 在武力动暴力上面 爱国同心会是比较强烈 这是我的印象 那法轮功是比较温和 这也是我的印象 市长那天对着李德维讲 他有预约他的职权吗 你要跟我讲教养 那你有教养 你把他拉回家 跪着他跟他说 我求求你 你来处理法轮功吗 这个事情 如果真要 栽到意识形态上面 来讲的话 又变成一半一半 分不清是非 这件事情 柯文哲没错 是 来 俊逸大哥 我想任何公职人 公职 都不要被检验 包括柯P 包括这个盐理长 都一样 就是说 你讲了什么话 处理什么事情 那以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柯P讲得非常清楚 谁抓人 我抓谁 意思就是说 谁打人 我就抓谁 不管你是法轮功 或是你是爱国同心会 这个就非常清楚 一个市长 他也只能做到这样 那另外他还规定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还说必须申请 那这整个让他有规范 这个反正就是市长该处理的 那至于这个盐理长 是基于什么理由 为什么不讲 李明的事情 为什么要讲这个 那个是他个人的选择 可是他同样也不要受到检验 所以比较重要的是 现在我们发现 不止盐理长 现在大家都开始 开始呛柯P 为什么呛柯P 包括昨天非常清楚的远雄 出了这么多的宣传品 然后告诉说 我开始要呛柯P 然后昨天不是 徐旭通也跑出来了吗 然后之前不是 营建署 还有内政部长都跑出来吗 开始干什么 这些人会不会是因为 过去其实是同一个阵线 然后现在发现说 这样的阵线 靠着所谓过去政商关系 所架构起来的东西 开始要被打破了 所以现在分分 现在我开玩笑说 这个现在打柯P 变成显学 变成显学 我只要打柯P 我可能就会快速 红起来 但是问题是 每一件事情要批评 都要非常清楚 它的内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然后最后它的结论是什么 所以你如果要谈 爱国同情会 跟法轮功的事情 你就把这件事情谈清楚 你如果要谈大巨蛋 我们就清清楚的 来谈大巨蛋 比如说我对柯P的态度 我非常清楚 在大巨蛋 跟在法轮功的事情 我都支持柯P 可是如果柯P用监视器 这个我反对到底 因为这个是违宪的事情 这个我反对到底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 就是论事 那至于说你做了什么决定 你说了什么内容 本来就应该受到大家检验 然后现在我要提醒大家 不是扒着柯P 也不是骂柯P 就是显觉 就是你会吼 重要的是怎么处理问题 是 所以学生大哥 你也觉得柯P的脑袋 装这个吗 你自己怎么看呢 他怎么看 他怎么看别人 那个镜子折射回来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没什么好说 只是说相对起来 刘正宏比较是赤裸裸的土皇帝 内心想什么 他就这样做 因为他就是画地为王 但台北是放大镜下去看 所以柯P是比较伪装 有智慧的土皇帝 一样的道理 柯P也是我说了算了 我嗡到哪里 哪里就开始就要 比较绷紧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 俊逸不愧是 这个刘喜教授的儿子 马上讲说 反的人有一股力量 但是我柯P 这个监视器抓违规 我反对 但你不列为 那个反对的 那个柯P的人里面 然后游宇也是反 那个柯P 不猜巨蛋的人 但他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因为柯P今天做很多事情 知道翁到哪里 哪里就出状况 所以我觉得柯P 不好意思 我打岔一下 因为里长 颜里长你听得到我声音吗 颜里长 听到 不好意思 颜里长 我们现在连线的是 台北市信义区 西村里里长 颜长生 因为他特地 回到他的办公室 一个比较清晰的地方 我想非常关键 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觉得说 你们都报道错误 原来真相不是这样子 没有一家媒体 没有一家报纸跟电视台 那我看到的标题是说 里长批袒护法轮功 柯文哲拍桌 呛下走人 你可以还原一下 昨天的状况吗 来 里长 来 请 我讲4月29号 是市长跟里长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面 我就首先 我就讲得很清楚 你们可以 假如市政府有录音的话 你把它录音调出来都可以 我讲法轮功这个事情 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我们不谈 今天不谈法轮功的事情 我就是问柯P 有几件事 我很建议 我建议哪件事 我讲谈 就是法轮功再被打 信誉分局 局长就要撤换 我是对这句话 提出质疑 我没有说对 现在把爱国同兴会 扯出来了 又把那个 其实那天根本 没有讲这些事情 你们可以调的 调可以 可以调的出来 我质疑 第一个 法轮功被谁打 请柯P你告诉我一下 举证出来 不要说光用听说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柯P为法轮功撑腰护航 羞辱一位高级警官 并以职务来施压 有无滥权 有关单位应该做个调查 这个比官说还要换 社会观感好吗 我是讲的这些东西 我哪有讲什么 法轮功拿 爱国同兴会 他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李长 李长先发声的是 周一控小姐 我刚刚有跟你通电话 这个李长 我要请教你 为什么你会认为 那一天是羞辱 那位局长 那局长都不觉得被羞辱 而且那个市长 他说法轮功被打 他在现场 一定讲的是爱国同兴会 难道讲的是被周一控打吗 周一控制 你听我说 有没有关于羞辱 这个是我问市长的 市长答复我 你不要答复我 我不在上面做 引申出来很多问题 好不好 那是我们大家的市长 大家的市长 那你愿权 我是市长跟李长的座谈会 我跟他 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讲 我讲 今天这个会议 是市长与李长的座谈会 我的交谈对象 就是科毕市长 首先我就跟他讲 他也是这样 我们两个的座谈会 是你们两个 不是信义区所有里长吗 怎么变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人一对一 不是 刚才我讲的时候 就是一对一 我的对象是他 那你是李明教你 问这些问题吗 我本人 那你代表李明吗 这个不管代表 我就是里长 里长跟他座谈会 我不是代表谁 也不是不代表谁 我座谈会 我问问题不可以 所以你 你不要替市长回答 我就这个问题 我是反对你 因为我不觉得那有羞辱 那我代表我一个个人 好不好 你没想讲错了 翻脸 老羞成禄 拍桌子 他拍桌子 我也拍桌子 对不对 这个没有什么 好好翻脸的 对不对 你回答不出来 我等你嘛 你再回答 我现在还等他 他讲哪个被打 你不要讲给我听 所以过去在101的画面 李长你有看过吗 就是说在101的广场画面里头 有中国配偶拿着五星旗 然后有武力 我说过这个话吗 是 你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你没有看过吗 我说过这个话吗 不是你说过这个话吗 我说过这个话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说 我从来没说这个话吗 我现在跟你讲哪一天 是是 4月29号这一天 昨天 不要骗你 我一开始就跟你讲 你要骗你 我不跟你讲 我觉得李长太急了 你根本没听过别人讲的话 我刚才跟那个是廖小姐 是我是我是 今天我们要进一个游戏规则 对 你们这样来套话套话 没有没有 你套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那你们谁规则是讲实话 是 你昨天 那 好 那李长 其外的事情 其外的事情 我一概不做 你有没有在大陆武汉 那家树冈公司当总经理吗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讲了 你没有 我没有在那上班吗 我讲没有就是没有嘛 确定没有 有的话怎么办 你讲干了三任 以前我是在委员会干 干了八年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那家公司上过班 你为什么 听那些现在 我今天讲就是讲4月29号的事情 你不要给我隐身别的地方 你这个人的讲话动机会被大家讨论 因为你讲话当然有意见了 网络很可怕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在武汉那家公司上过班 你不要把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回答就表示你默认了 挂断就挂断嘛 是 李长 你挂断你就是没理了 我没有骗你主题 因为我们先从你 我知道你从昨天的场面里头 因为你是一个里长嘛 刚刚其实寇寇姐也问到 就是说 那你背后是代表李明的声音 那网友的质疑的部分 如果没有的部分 我们不要把它过意去衍生嘛 那我们就说没有就好了 不是吗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答复 我今天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过 你同意我才跟你讲话嘛 4月29号 市长跟里长 所做的那个座谈会上的东西 我讲的那些话 掏出这个话 我不会跟你们讲 你们来套人 那你说那个法 转移焦点 你们有没有办法回复我 回答我 到底是 不是 我要市长回答 你们回答也不行 法轮功到底是被谁打 你叫市长讲 那你那个公文 秀出什么叫法轮功打人 然后柯文哲脑袋装大便 这是什么逻辑 什么意思啊 什么逻辑 我看到你今天 接受我们记者访问时 你说柯文哲的脑袋装大便 什么意思啊 你们真是会转化 不是 这是你的访问的声音 你们中国什么时候 讲柯文哲脑袋装大便 我想柯文哲这几天 讲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反对的人 脑袋里都是大便 我想这种话 有教养的人讲出来的吗 我是这样讲 什么时候我讲他脑袋大便 你们好会转化 是是是 没有的话 你就做澄清就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会转化 不不不 你们心态是到底怎么样 你们要套我什么话 我要问你有没有 在武汉那家公司上过班 你为什么不承认吗 我承认干什么 我为什么承认 你在大陆上班丢人吗 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承认 这样子可以判断你的动机啊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18年的动机 因为你领我们的 那个退役中校的这个 那个退役金 你还到大陆去上班啊 老百姓有意见啊 你讲的话越越讲越过分了 什么过分 就是要追究你这样的人 我爸爸也是老兵 我家里面也有人领年金 他们都没去大陆上班 我 严厉长 你扯认这个吵架干什么呢 我没讲 严厉长 你有没有去大陆 不做情绪式的一个谈话 你本事讲4月29号 我跟市长讲的事情 4月29号 严厉长 我讲4月29号 我跟你聊一下4月29号 我回答你不是 不回答你也不是 回答了你在里面做文章 来我们谈4月29号 严厉长 稍安物照 我觉得 什么稍安物照 平心尽气 我话都还没有讲 何必火气那么大呢 里长何必这样子呢 我还没有跟你讲话嘛 第一个 你问柯文哲 侮辱 侮辱信一芬局这个 我觉得可以问 但是 一个市长告诉 信一芬局长 在101大楼前面 谁被打 就抓谁 再有人被打 我就办你 这里哪一句话是污辱 我觉得 这个是社会公平 里长也是公仆 市长也是公仆 你不能说只有你们来回谈 我们不能谈啊 要你来回答 不是 那一段话哪里是污辱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要你回答呢 不是 不是谁回答嘛 你认为柯文哲 讲的话是污辱 就规定只有柯文哲回答 你好大的霸气啊 了不起的里长 第二个 你说法轮功被谁打了 对啊 大家都有看到录影带 你把这东西拿来嘛 所以很明显 你非常认为 爱国同心会没有打人嘛 你偏谈爱国同心会 你就承认嘛 你认为爱国同心会 没有打人 你就承认嘛 敢讲又不敢承认 绕了圈圈 又不敢让人家评论 你当过军人真是丢脸嘛 也不谈那个爱国同心会 不是 明明就爱国同心会 打人有录影带 有法院的判例 你没有 我还可以把YouTube的王子 寄到你里长办公室 你拿过来看嘛 你眼睛蒙着 帮爱国同心会讲话 却又不敢承认 这是哪一国的革命军人 哪一国的里长 好大的霸气 你现在割谁的命啊 你有没有在大陆上班嘛 你割谁的命啊 你管我当过去没有 里长 你有没有在大陆上班嘛 你们来吵架部队啊 不是不是 你们来民主 你们来吵架部队啊 我们没有偏离主题 因为 在五星旗 出现在台湾的领土 因为这是连结性的 是 当理长要自重 你话都没有听起来 他讲什么 中华民国国军 你连有胆势都没有 连都事实都不承认 你才不自重 你装大便 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大便是他自己 一神的角度来讲的 那他自己承担 关于什么事啊 我跟你挂了 不跟你讲了 是 理想 你没道理 来 我想请教一下 来 这个刚刚来 王定宇 你跟他说话 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说 我们这画面 大家可以公平了 我觉得有点生气 就是说 一个是公共议题 比方说市长 对一个局长 下这样的指令 合不合理 怎么会只有 他们两个可以回答 大家可以问吗 第二个 你身为理长 去呛市长 呛这个话题 是唯一扯得上 公共议题的东西 却又不准人家谈 然后批命说 法轮功被谁打了 谁打了 谁打了 那就很明显 认为爱国同学 没有打过法轮功 我想在场每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 法轮功有被 爱国同学 打过啊 所以你很明显 是站在爱国同学 这座人在问我说 还不要再call out给他 我想我们尊重他 因为是他刚刚先挂电话的 我想李小金 你可以再打电话 给严长生 如果李长 他愿意再继续 做补充的话 那我们尊重他 好不好 来电影 所以我刚想就是说 当这位李长 告诉我们大家说 法轮功被谁打了 他不愿意去听 他不愿意去看 而且法轮功 在那边被爱国同学 拿着五星旗 糟蹋侮辱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也许法轮功 被羞辱 被吐口水了 会回击 我认为应该也有 可是一个李长 拼命要去证明 爱国同学 没有打人 你柯文哲没有教养 然后是又拖一个分居长 说我是为了帮他讲话 我听不懂 我刚才听不懂 这个李长 在李长市长的 汇报里面上 谈这个事情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帮爱国同学 会讲话 他帮谁讲的话 所以他刚才那个态度 其实我也有点不太懂 因为我今天跟他 沟通的过程中 就是说服他 他不愿意来现场 我把这个 我说有游易 有李庆元 有陈学生 他可能听到你 所以不要来 然后有周玉寇 有李俊逸大哥 有王定宇 他说我不要跟你们同台 他没有资格这样做 他有没有在大陆武汉 那个 那一家公司上班 那一家公司有没有上班 我请问你现场的 庆元 你算是属于蓝营的 学生也是蓝营 我自己爸爸 是老兵出身的 你们这些家伙 我告诉你 刚才你讲说什么 什么什么黄埔毕业的人 大陆跟台湾抱成一团 我看过多少次 那个场面 我自己每次看到 我都想哭 我觉得如果你 你这个意识形态的动机 背后是为了个人利益 为了某种表态 而还不是去效忠你的工作 然后你在台湾 又领那个军人的退役 什么什么年金 然后又到大陆去上班 没事 还在帮什么爱国同心会 我告诉你 我就算在爱这个 这个中华文化 我也不可能接受 爱国同心会的人 拿着五星旗 在那个伊丽一前面 乱叫嚣了 说你中华民国的人 不敢抓我 谁能够接受 全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万人 都不能接受 其实刚才严一讲 很简单就是说 你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严长生 是跟我同名同姓 我不是他 就解决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就是他 不违法 连这个胆势都没有 很多人在中国做生意 我不认为在中国做生意 的人就欺骗台湾 或对不起台湾 我不会这样 是这么快去认为 但我觉得越隐瞒 就越奇怪 一个简单的事情 你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他达了一个目的就是 里长呛柯文哲市长 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 帮爱国同兴会 出口鸟气 这第二个目的 其实他做了什么事情 对李明有帮助吗 对李政有帮助吗 对市政有帮助吗 对李德威退休的分局长 有帮助吗 都没有啊 对习近平也没帮助了 我不晓得 习近平我就不了解 他的个性了 这整个事情上 我觉得奇怪是 很多东西是简单谈 没有必要动怒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 武汉江山树钢制品公司 也不是卖毒品的 是跟不是简单而已 我觉得大概要补充吗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刚我讲到一半的时候 里长电话要打进来 是是是 如果他有来 他就会知道说 实际上我们不会害他 他讲的有部分事情 我是蛮可以认同 比如说他当面 不给分局长面子 这样斥责这个分局长 说实在 他伤害到很多分局的 同仁的这个士气 这是事实 第二个 你现在是市长 你不是外科医师 你讲的话 动见观瞻 你如果今天可以公开讲 脑袋里面装什么 以后孩子在家里当爸妈 在好事面前讲这个话 那他说市长都这样讲 那你以后怎么带孩子 这涉及到没有教养 这我都可以赞成 因为有一次 阿扁做市长的时候 他在家里面跟他 太太直接讲话说 靠腰什么话都出来 还被议会拿出来质询 谈的不是说 你家里可不可以这样讲 而是说 当你成为一个工作人物的时候 你动见观瞻一言一行 是影响到别人的 所以就教养部分是可以谈 但最后回到就说 那到底法人公这个事情 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柯P这件事情 是没有争议 你认为是那个里长 是关心一个市长的教养问题 所以提出 没有他可以讲一些 就是说你的里民 叫这个里长 问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都可以谈 因为他本来是里长 跟市长之间的沟通 当然希望台北市好 但那两个问题 他没有凸显出 他的想讲的话 反而被误导了 但最后的一个结果是 这个集会游行法 反而才是我要的 就是说今天 不管是法人公打人 或是法人公被打 反正打人就抓 因为我们就回到 法的本质嘛 集会游行法里面 该怎么样保障人的 言论游行自由 我们就保障 警察就抓在中间 那今天他可以在101 他法人公可以在那边静坐 同样他也在中正健康 他也在高雄西子湾 都有啊都没事 那为什么台北独独有事 所以我就觉得说 只要回到法的本质 我们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 集会游行自由 这就是台湾最珍贵的地方 你拿五星旗怎么挥 我也保障你嘛 因为这台湾是一个自由地方 所以我觉得 里长今天反而把这个事情 有些要凸显出来的 反而没有凸显出来 我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拿着在台湾泥土 拿着五星旗 包括中国配偶打人 你觉得是OK的 不能打人 挥旗子那是他的自由 他有自由 但是他惹起大家的反感 我们也可以表示我的反感 不能去攻击别人 那是队长长又怎样 队长长长长一点来 把你们抄服一下 我摔他了 你摔起来 我也摔他了 我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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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go go 没中啦 脑中 我就要破你这个畜生 这一分去换十个都没有用啦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轮功的人 被打上网 我就把你换掉 怎么老袋你装大便了 你这个 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还是仪式之长 所有市民感到羞耻 我们一开始有方案一方案二 那我们一开始有讲说 我们可以让可以继续 讨论说也没有其他的方案 不过不管哪个方案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全 所以只要能够不管是用总量的管制 或是硬体的改变 总是你要达到一个安全 还是一句话 台北市政府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先保障市民的安全 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考虑其他 所以什么样的折衷方案都可以讨论 但是它的前提是要能够保障安全 这现在商场进空不要使用 或地下室进空这两个是选项 这些都是选项 包括地下停车场 也不可能完全不用 你要防火区话怎么化 这个总是有些方式可以解决 所以刚才讲过 包括硬体的改修改 或者是软体 就是那种总量的管制 有很多方法 所以我们也是有开放的态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安全第一 是不是有听说远雄这边的配套措施了吗 他们的本来有听说吗 其实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直接跟远雄 其实我们还在整个内部 包括财务工程 我要再讲一遍 台北市政府的态度是散破 就是说 事情都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还是要怎么去处理 还是怎么去保障市民的安全是第一 因为据我所在爱国同学会 其实他年龄层非常的高 大概都七十岁八十岁 甚至有八十岁 甚至接着九十岁的人 那他们是不是 是不是本身 本身也经常跟法轮功 有这样的冲突 我觉得都有待厘清身份 但是我今天要讲究说 当时 克文哲其实回应这个 袁里长 因为我不在现场 但是从报纸报道来看的话 他的回应其实也没有错 他回应袁里长说 那我把那个过程 你念那个过程 他说法轮功如果打人就带走 有没有问题 因为刚刚里长 事上蛮可惜哦 里长您错过了 您把这个机会哦 他因为跟这个信义区的这个 里长座谈的时候呢 就是个严长生 对于法轮功的议题 跟市长这个开呛 克文哲不耐反 拍桌一度走人 最后呢 虽然被拉回来 那我们看一下 座谈会上的严长生 拿出准备两周厚厚的一叠的 法院资料 表示呢 法官呢 询问季度上 没有显示是爱国同心会先动手 在101的广场 应该是法轮功跟爱国同心会 互殴 为何变成是爱国同心会的错 所以呢 他就这个 质问柯文哲 在上任当天 为何因为法轮功 羞辱前新一分局长李德威 所以就说 他在帮爱国同心会讲话 他又不承认 对 然后在大陆上班也不敢承认 为什么 然后这时候柯文哲 突然拿起 这个手边的本子 这时候呢 柯文哲突然拿起 手边的一个本子 拍桌边说 你觉得爱国同心会 会不嚣张吗 里长不甘示弱 拍桌质问柯文哲 证据何在 还怀疑柯文哲跟法轮功 有勾结关系 你看这昨天 就是他们怎么对话 我觉得媒体报的 我不先讲话一定对 你这位里长 是重复在各个媒体报道 里长你自己要好好面对这个嘛 第一个拍桌谁先拍的 那照做顺序是 里长先不耐先拍啊 第二个 准备法院资料 去证明法轮功 不是被爱国同心会打 这很刻意的 是呼吼 柯文哲先拍的 柯文哲先拍说 不要谈了 会议结束 谁拍 这一段过程 我觉得里长 你就承认说 对 我就要证明爱国同心会 没有打人 他就要否认 一件事情越遮掩 通常越奇怪 他原来要表达意识 刚才学生学长的 那一块我觉得 我也赞成 那块可以讨论 可是不是的 我看他整个重点是在证明 爱国同心会 然后打人 然后柯文哲羞辱 李德威 这个问题是 李德威在里面赞的版面很小 我觉得有两件事 一件就是 你真的觉得爱国同心会 没错 你就站出来开记者会 把爱国同心会的人都找来 那个在网络上面那张脸 那个女人也把他找出来 真正有词 宣扬理念 讲自己的事 对自己吐尾 第二 你在武汉上班 那个网站上有你的名字 那这个你又是 这个中正理工学院 这个学校不好考 他其实 眼里上 他是高雄眷村长大 那读了这个中正理工学院 其实还算是 中校又是一个 这个工程专家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堂堂正正 面对这个问题 为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要微微说说 我难过的是说 明明有机会 让你可以讲清楚 你又讲不清楚 这个是 所以现在怎么样 刚刚俊毅大哥特别提到 一股所谓的凝聚力量 在反科 他也是 是不是 他也是 他反科匹某一项 反科匹 是是是 我想很多事情 是可以去检验跟讨论 对跟错之间 在这里头 会不会有一些情绪性 比如说有人 可能要选立委 那么有财团 包括马总统 昨天在骂科匹 这个一五新观点 说的不清不楚 我在想说 我们的国家 前国民党党主席 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国家 讲得清楚一点 你在骂这个科匹 所以骂现在骂科匹 围攻科匹 来自于四面八方 科文哲真的错了吗 我们找一个对照组 观众朋友 你要科文哲 这样的地方首长 还是要下面这一位 马总统的亲密伙伴呢 他是刘正宏 我们看刘正宏 今天说的什么 张药房硬生倒塌 成了废墟一片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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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死吧 别扯了 再冷静 冷静 就特地的来 公众一节室 买单过来 突然飞来的蓝色球鞋 砸中了刘正宏的额头 刘正宏一度变脸 动怒 但很快他稳定情绪 整理头发 两年前大浦张药房 老板张森文去世 刘正宏想到林棠致意 被陈薇廷丢鞋砸中 这回大浦丢鞋案开庭 是两人手续在法庭里 正面交锋 现在苗栗仁所付的债务 不应该苗栗仁来承担 应该有刘正宏 现在退休了 跑去当这个仇佣的董事长 还没吃香喝辣 我们还没受苦 逼死一条人命 他告诉我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死 来 官员 你也看到这个重点 由于我想请教 你从在基层当中 听到很多 来自于年轻人的声音 今天看到这个 开庭的过程当中 那为什么陈薇廷 会怒骂刘正宏 说张药房会来找你报仇 因为在庭讯当中 他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 拆的房子 然后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说他搞不清楚 来 你怎么看这个发展 其实 他们也都是同一挂人 他跟马英九 他们都是会装傻的人 我们大家讲事情 讲了那么久 就是说你们有资料去告 那你们剩下其他的 我不回应 他也是一样 明明这些土地征收 明明这些不当的开发 或是把人逼死 甚至趁着大家 到台北来抗议的时候 偷偷地跑去 说天事良机 然后跑去偷拆人家的房子 你这样的作为是对的吗 你这样的作为 你敢说你自己不知道吗 当时来拆房子 你都自己说是天事良机的 他说房子先拆 还是人先往生 他在庭上说 他搞不清楚了 他在装傻啦 对 然后再来是 这个谎扯很大 不只是装傻 可以扯这么大的谎啊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 非常完全没有悔意啦 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有透过朋友问一下秀春姐的意思 其实秀春姐对于这一只鞋子可以这么准确地砸在刘正宏的头上 其实他认为那是张生文大哥丢的 只是借维婷的手 他说如果维婷再丢一百次 大概也没有办法那么准 竟然可以丢这么准 对 没有错 然后因为当时 刘正宏是完全不顾这个商家的这一些意愿 然后强行要闯进去灵堂里面上香 所以那时候维婷他会去丢鞋子 而且那时候他们是直接铁门拉下来 不接受让他进去里面碾香嘛 所以其实今天如果 我们还是呼吁法官可以看见 这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意义 今天如果陈维婷有罪 其实有罪的不应该是他 而是我们政府的这些不当的土地征收的政策 或是这些不当的这些用非常多 包括我们前两天也在谈苗栗的远雄的BOT BOO的案子 这些都是利用一些不当的开发明目 然后去强行征收人民土地 或是进行土地变更 然后为了炒作土地利益 刘正宏自己在苗栗先议会也自己讲得很清楚啊 我这些东西我收来了以后 我现在价格不够高 我不出去 我等到价格抬高了 我可以来弥评我们苗栗的这些债务 事实上你现在离开苗栗以后 你留了多少债务给苗栗先 有 他留了是怎么知道吗 六百多亿 留了是打开抽屉之后没有半毛钱 对啊 没错啊 连警察消防的金钱都拿掉 所以我们要什么样一个地方首长 要像柯文哲这样的地方首长呢 柯文哲真的做错了 检讨 要像柯文哲这样的地方首长 还是像刘真宏这样的地方首长 来 可可姐 他带给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他制造台湾社会什么样的问题 苗栗今天的悲剧 是因为没有政党轮替啦 因为如果刘正宏下来的这个首长 不是现在的国民党的徐耀昌 而是这个在野联盟的一个这个 第三势力组织的 或者是一个民进党 民党在那边恐怕很困难 如果他像台北市一样 会像今天吗 会拿刘正宏没有办法吗 其实像这个陈维庭的这个 丢鞋子的案子 以及像公占行政院的这些办公室的 这些学生的案子 使我想到桃园的那位前建荣法官 他很年轻 他用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个 维平的监视器这件事情 我很佩服他 可是人权就只能猜宪法的这个措施 或者是保障范围之内这些死的条例吗 像这一类的案子 不在人权的保障范围 扩大解释当中吗 那为什么其他的法官都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法官本来就是就是最最后的裁判嘛 最后一个这个上帝的裁决者 像这一些事情他都有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个动态发展过程当中的不仁不义 如果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法官尽量的这个天平式的眼睛来做判决 或说做决定的话 那其实民主就变成假象 就变成暴力 就变成这个大家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共同结构犯者 大家包围的一个情况 今天刘正宏那个样子 一点都不怕 马云九政府你还想给刘正宏做那个什么一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现在是因为大家这个反应很激烈 你才反对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刘正宏可以通吃通喝到这个地步 那个远雄的那个健康生活园区后来看起来 为什么马总统的好朋友都是变三斗四的政客 而且这个刘正宏很奇怪 按照他的说法 他跟蚂蚁蚁男关系很好 跟马妈妈关系很好 他应该是跟蚂蚁蚁蚁男关系很好 那这里面 为什么没有办法能够这个查看清楚呢 因为立法委员选举那个地方的这个选民也没有觉醒啊 所以慢慢来了 留意在现场 他们在松烟 护出联盟打了十年 所以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但是必须有耐心有耐力 可以有慢慢来吗 如果运动一个捷运局慢慢来 五月底大抵完工 等一下连线一个余列 捷运局这件事情 捷运局可以再暧昧再磨灵两可吗 这件事我认为客市长应该讲两句话 至少应该把周里梁早来骂一顿 把他讲那什么鬼话两天 把针对昨天捷运局的报告的内容好好去谈了 来 需要什么地方首长 为什么马总统的好朋友都一试一堆 颠三倒四的一个政客 观众朋友你要必须看到 这个报道我今天看到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当陈威廷的律师提到 张药坊的老板张森文 是因为房子被拆而自杀时 刘就是刘正宏 他说是房子先拆还是人先往生 这我不清楚 他不清楚 他其实是在用这个回答问题 不过我就觉得 我们为什么要谈大谱这个案子 后面的太阳花学运 对抗风车反风车运动 反媒体垄断运动 一直到柯文哲现象 其实我觉得大谱这个事件是一个源头 这个事件很重要 我也到那边现场去过 我刚才看到那个秀琳姐气势还不错 我觉得替他很高兴 那张森文他过世 我不讲他自杀 他过世 其实很多人很难过 他没有必要赔上这一条命 今天这个场景是什么 被告其实不是 我们刚才看到画面 都会觉得被告是刘正宏 不是 被告是陈威廷 那刘正宏当时被砸了 是因为他强要去人家那边上乡 所以今天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说张森文会死 是因为他家被强拆 在对抗苗栗县政府的过程当中 明明土地开发过剩 却硬要拆掉我合法的房子 明明良田稻税种下去了 却用怪手在收成的前一个月 把整个稻米整个尝掉 明明你土地是要给财团 我合法的房子合法的土地 姓黄的姓张的那几物 你把我拿走了 就转着手变成财团了 也可以变商场 也可以变住宅 长久的对抗下 在他们家附近的沟渠里面 找到他的遗体 然后当天晚上 刘正宏是这整个 他们家对抗的主要的对抗者 你说要来上乡 家属说不要 拜托你不要 你带着警力要进去上乡 因为这样子 基于义愤被丢鞋子 陈威廷的律师 但是要证明这个东西 所以才去问 刘县长 张生文张药师 是因为拆房子 拆大府的事件 被一份 然后结束生命的 你知不知道 他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 哦是先拆房子 还是先自杀的 我不知道 一个是七月 一个是九月 两个他都亲自参与 七月那一次 是利用人家去承行抗议 天势良机 下令拆 九月份张生文过世 你亲自要去给他良妙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要回避那个因果关系 可是你不是被告吗 你何必这么残忍 你就说知道是先拆 后面这样子 那你最多就是告不成 最多是陈威廷没事 可是却要这样装傻 让人家愤怒在这里 而这整个土地不正义的事件 一直到互数联盟 跟这个都是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我家住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园 政府不能用任何不合法的手段 把我家夺走 我前面的树 我前面的环境 我这个空间 你不能伤害我合法的房子 这是宪法给我的 所以拿到台北大巨蛋 这个案子也一样啊 数百万人坐板南县 今天如果板南县 有一点点塌陷 市长有百分之两百的责任 要确保安全 绝对不是这样 那会不会死人 这样的官 就应该去拢拼了 这样的官有什么 这个当官 同样的道理 远雄 你用尽所有的书类 一个议员还记得八大本 我都没有收到 我现在也没公职 寄大堆东西出去 你用尽办法就证明 我最好我最有良心 可是你对所有 出了毛病的事情 都不面对不回答 你没办法安台北市民的心 台北市长 柯文哲是百姓选的 他怎么可能跟你站在一起 你远雄永远搞不清楚 这个事情 所以当大巨蛋盖在那里 当地下结构不稳定 当现在已经超过了危险值 已经所谓的行动 行动值 这已经超过危险值了 应该立即停工的状态下 每个台北市民 或者互数联盟的人 他做的事情 跟当年曾森文 做的事情是一样 我的家园我要保障啊 我的孩子搭捷运上下学 我要保护他 我的老婆 我的家人搭捷运上下班 我要保护他 市长在这个事情上 跟市民站在一起 你就会有力量 至于所有 刚才讲很多反 最近很奇怪嘛 从总统 立委 议员 里长 特定名嘴 到财团 都一起在修理 柯文哲 可是我看到 在对的事情上 李清雲他也不是柯文哲的 力量好像在行速 一个力量的快速 就这一群人 后面都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在帮远雄讲话 我直接这样讲嘛 就帮远雄讲话 可是我也看到 我不知道 游义认不认同 你刚刚讲的 我是很不太认同的 但我看到 远雄或者 类似这样的事情上 那个东西超越界线的 李清雄跟我 从来就不同意 这个 但我们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态度啊 但是我马上 你觉得戴这个帽子太大了 太大了 我觉得反柯P的 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 有一个民调最近做出来的 柯P处理巨弹 满意他只有52 有将近四成的人 不满意他 然后对于他后续要怎么处理 意见非常分歧 你不能讲说 柯P你处理的不好 就是我们因为 要把你拉下来 我们背后有动机 然后是某一个 黑暗的势力 你这样讲 我觉得保护柯P 保护到真的是 他的演考会说 现在柯P的民调 已经满意度高达八成几 同样都在做国王的心 你如果这样继续保护柯P 说实在 你立委会选上 但是立委 你这样就是让台北市 听我讲完 请你告诉我 你认为他哪里出不对 我可以讨论他 不对的我也在骂 你大概没有每集都看 我刚才讲的意思是 最近在远雄 这个安全结构的事情上 有一群人出来讲话 这一群人出来讲话 到底是站在市民的利益 我上个礼拜六 我在国富纪念馆 然后去看一场表演 我就看到 由于他们在那边游行 是 我看了还是蛮感动 因为你从国富纪念馆 这样看过去的时候 突然会觉得 哇那天气线被破坏的时候 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就想到游易讲的说 那万一真的有出什么事的时候 那个逃的空间够不够大 那未来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我突然会觉得说 虽然他们那些人数 来了上千多个人 可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像当时那个反核四 每个礼拜五晚上 在中中健健康前面 人数本来不多 可久了以后 那个活种就出来 你不能把说 这一批人 对柯P现在处理这事情 有意见的人 你认为是有一股黑势力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你因为这样子保护柯P 让你自己选上立委 我恭喜你 但如果因为这样 让柯P觉得他永远是个王 他讲的话永远不会有错 你就是纵容的柯P 是台北市民的悲哀 那我现在连线 因为我们从专专业的角度 也许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这是一股势力 但是很巧的 好像在马 在这个氛围当中 的确有一股反 柯P的力量 真的在集结当中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堆人要选立委的 我把话讲清楚 因为他该讲这个 我要讲清楚 你马上讲清楚 因为余列理事长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 看余列理事长的画面 好不好 因为他真的非常辛苦 来我们先进余列理事长画面 然后来给你先补充 我刚才讲东西非常的精准 就是马英九 郝龙斌当总统的 前任的市长 特定的市议员 我要讲特定的媒体名嘴 财团针对远雄的案子 一起矛起来劈 这背后都远雄影子 我这边哪里讲错 请你告诉我 我没有把所有反对者 都打到远雄那边去 我们先连线给 你这样整个帽子 戴到我头上来 我倒觉得这很可以 来新北市的 土木技师公会理事长 观众朋友 其实昨天关键性时刻 余列他全程看 我们的节目之后 他感触良多 那当然关键感触良多 是因为周理良 台北市据运局局长 周理良在昨天下午 三点钟所召开的记者会 我想请教理事长的是 理事长现在透过 因为他在花点的现场 我们透过这个视讯的画面 来因为不是非常非常稳定 就观众朋友 你多多包含 理事长已经想办法 克服各种状况 理事长你昨天看到 他所提供的一些数字 包括我们让观众朋友 知道这个画面里头 有这个轨道下面 最大向下倾斜 有0.5公分 包括出现在这个 中校东路易线路 有2公分的裂痕 跟渗水的状况 还有就是他说 12个监测点拉警报 北捷下令远雄在5月31号 要完工 而且要完工 他是希望要求远雄 踩分区开挖 5月底之前完成大底的诗作 其中还有很严重的是 这个地方5月2号 观众朋友今天4月30号 这个地方要求他48小时要完工 这是在哪里呢 这是在易仙路跟中校东路口 建筑体连续壁扭曲最大值9.7公分 已经超过行动值5.5公分 捷运局说远雄在5月2号 要完成底部的结构 等于说这个地方很紧急 48小时 那理事长我想请教 这样的捷运局所召开的记者会 您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非常的忧心 绝对不是周理良局长讲的感冒不会死人 我看到的是验出癌症的肿瘤 这个肿瘤要去切片 他是良性还恶性的 所以我要告诉周局长 为什么 因为你想说隧道的环片已经有变形有肾水 大家知道阪南县的捷运隧道 它就孤零零的一条往前走 它没有连续壁 那么隧道的变形 它变成扁的变成椭圆形 当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已经有过去一两年累积了 都是一个咪咪的 这4月份突然增加到4点多咪咪的 这是我所担心的一个现象 加上那个环片因为变形以后 它会渗水出来 所以这些不要过于乐观 那么我要告诉连续的是 你必须要全程24小时进行开发区的 开发区有水有浓起的一些现象 必须要马上去处理 也就是说你的捷运阪南县的通行的时间 如果是上半夜 如果是上半夜 你根本就不可以引起远雄去做开发的这个事情 那么你只能在捷运阪南县 没有在通车的下半夜 才引起它去做开发 这个是我希望捷运公司 捷运局必须要这样做 最好是有开发区 因为它现在还有好几区 没有打混一组 那么这几区啊 必须要24小时的去监控 用监速发明或是派人进入现场 那至于捷运隧道 捷运隧道的这个监控 你自己要前程去掌控 桌里扬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中心的 这个希望他要重视 千万不要以为是感冒 因为有变形 有这个肾水啊 就是我跟他讲不是感冒 绝对是已经验出癌细胞 那这个事情啊 不能够掉以轻轻 是 那理事长我想请教 他说那个益仙路跟中校东路 那个地方很严重 连续壁已经扭曲有9.7公分嘛 他说5月2号以前要完成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9.7公分 这到底是一个点还是一个面 因为有9.7那就有8公分有7公分 这会不会是一个面还是一个点 为什么48小时要温柔 因为是1米的连续壁有40米深 我基本上在暂体的部分 我都还不是那么担心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隧道的部分 这个部分啊 当然超过行动管理室5.5公分啊 这个部分必须要 也是要加强去牵测 是 这个都是非常 因为绝对不是感冒不死人 用这样的行动室非常的不恰当 为什么他现在要求 他要分区开挖 然后 李市长我建议你在我们节目说 其实他赶快让他大抵 大抵完工的话 只要一个礼拜 可是昨天周理良传达一个很关键说 5月底 现在还有一个月哦 因为他现在 都要到最深的地方分区在做 那么分区开挖 这个好像只有一区打完分离土 其他还有四区还是三区 都还没有 在这个分区开挖的过程 我刚刚强调 捷运局一定要坚持每一区的开挖 最好是捷运 满南线没有在风车的下半月 才可以去开挖 不要在白天或是上半月 并且开挖 因为一旦发生事情 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 包括我刚刚讲的 我们讲开挖叫做管涌 另外一个虚拟叫龙起 卡拉曼的一个龙起跟管涌的现象 这个都会造成大灾难 因为老天也永远给我们机会 他告诉我们 把这个4月1号到4月24号 这几天的这个大 巨大的一个变化量 告诉我们 就是在警告我们 这个绝对是我讲的 就是说 这样一个人会突然感到疲倦 感到十一不好 结果一夜肝功能指示非常的高 那个就是今天周里朗讲的 就是说已经隧道环面有渗水 隧道环面有渗水 老天也已经给你机会 你还在认为是感冒的话 我觉得你实在是 理解性太低了 是 理事长你说 一定要在这个上班之外的时间 去进行施工 上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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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所谓 叫开挖一定要在下半夜 就是半夜 主要点 结运本来先 捷运停止的时候 没有车子行驶的时候 才进行施工 你所谓的大 不然你有发生崩塌起码 也没有在炒的 你不是说会有大灾难 是指说可能会有崩塌的意外 对不对 我刚刚讲过 在我们台湾 在台北也好 在新一陈新 新一计划里面 曾经发生几个重大的一个 浓起的破坏的现象 那么我不要讲现实公司的名字 在高雄也曾经发生过 这种爱河边的 这种沙涌的 这种大型的破坏 这种破坏都是一个灾难 整个工区就垮掉了 整个工区就灯烂掉了 甚至捷运本来就会被 被偷垮 这个都会在瞬间发生 因为他们 他们这个 这么深的一个 深基础的开挖 都是高度风险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 你跟我说 你很意外 它的底下的工程 竟然还有80% 没有完工 显然有80%的风险 那从今天4月30号 到5月30号 你认为捷运局某种程度 是拿人的生命在做赌注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 我觉得捷运局 太过于大意 我要讲说 100年的6月20号 当时你握有工权力 你审核那个 根据大众捷运法 审核远雄提出的 安全影响评估报告书 这个是根据大众捷运法 在隧道 不管是高铁捷运 沿线50公尺内 提了这个安全影响评估报告书 给你审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把关 当时可以谈条件 远雄 你必须要退到50米以后 50公尺的距离外 你再去开挖 要不然你要再这么近 所要你去挖 你就不要挖那么深 你当时可以把它退回去 眼球不折不停 你为什么 你当时或有公权力 你要那么轻易地放水 两个条件全部照搬前收 造成今天阀南线的一个危机 这个是我对捷运局 很不以为难 当然这个不是周里朗局长任内 这是马 应该是郝龙 应该是马市长 马前市长的任内的局长 是 那这个理事长 你应该看得到我这个照片 我想请教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这种隧道 捷运这种榜坑 它现在就是说它变形 变形就是说 本来比如说360度 现在已经不是360度 我印象中这种硬粒的原则里头 这种拱形的设计的结构 其实是有它的坚固性 可是有一点点散失 其实就有危险 所以它现在说它在进行支撑 这种支撑到底是 如果没有做 到底会导致什么状况呢 我今天要这样讲 它的行动危险值就两公分 也就是说隧道的 它是上下左右 它是一个连行来讲 原来的断面 让它变小又变大 超过两公分 将来可能就是在隧道内部 要做钢板几墙 否则它的长期的行动安全 会有问题的 是 那它暗示我这样 我在讲大气墙的 这个大型的钢垢 左右遥望 它本来是安全的 就是你盖了动作 破坏了它原来的优点 对 隧道也是一样 你在旁边挖得那么深 你把一边解压了 让这个隧道侧向的力量 过来以后那一边是没有依靠的 所以整个上面的力量压下来以后 隧道被压不 这个跟动作的原理是对 那个是对炸气站的安全 这个是对这个捷运板安全的安全 是 本来它是一个平衡的力量 分成四量的平衡性 对 李师长你那个周理良昨天这样做 不然我今天开始大家都要去拜拜 到五位队进行 不是因为捷运局你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现在在柯文哲底下做事 我们认为你好像 我不知道这个捷运局长 感觉第一个暧昧 袒护 甚至模拟两可 那还进行所谓的护航 捷运局目前这个态度有没有问题啊 周理良 那这万一出事怎么办呢 周理良也是 周理良也是主目系统 也是我们工会的会员 对 那么当然生基础生开花不是他的专长 他一直在工夫们服务 那么这一部分啊 他其实应该在工会内部啊 有很多做生基础生开花的专家 那今天贵运局长 我相信我们很多会员都应该协助他 这不是他的专业 这不是他的这个强项 其实他话不要讲太快 因为这个生开花不出事则语 一都是杂丢台 理事长啊 我是百南限的这个重量级的搭乘者 过来讲 过来讲 我问你啊 按照你前面那一段讲 好像现在做百南限 就有点像这在买乐透一样 这个你如果一不小心 它正在开花崩塌怎么办 你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我刚刚要讲 我要几点几啊 这个眼熊还有三四次的开花 不要 不要在有车量�擎时的时候 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捷运局说真的 应该要戒胜恐惧去面对 你怎么去捍卫百万捷运 因为他说一分钟有两班 几千人 所以这是每天都有百万的乘客的安全 捷运局你要捍卫我们的安全 我有三个结构问题要请教李理事长 我昨天有收到一个土木技师 写给我的mail 他有看了我们昨天那一集 那我要请教于理事长三个问题 第一个 昨天那个结构机制共会理事长 施理事长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 当时我们大巨蛋 这么约定的规范是2.5mm 现在已经超出4.2 所以已经达到了危险进入行动管理值 可是施理事长的说法是说 我们国家标准是20 所以这4.2还相对安全 可是这位土木技师特别告诉我说 这种工程旁边是捷运这边是巨蛋 不能用一般损零的标准当标准 所以当时的规范才是对的 所以当时的规范2.5现在跑到4.2 所以已经进入危险 应该要停工进入所谓的行动值的危险阶段 这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 第二个 定于兄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像我们医生有一些对心脏或对肝脏或对股科有特别专长 不是一个医生都是十项前人 所以每一位技师他的专长不同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是说我们从过去一两年 远穷开始做地价室的这一两年当中 它的这个座道的征型量 都维持在一个minimitre左右 那从4月1号到24 反转到25天 它暴增的四倍 就在一个人本来很健康 他现在突然感到一类食欲不好 所以刚刚讲说 一前月以后肝功能指数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 并不一定提防肝癌 但是医生已经开始做切片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等待那个结果出来 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等到它5月底 如果能够很顺利的把所有的大体完成 就叫那个刚来的切片 刚来的这个癌细胞化验出来以后 倒是良性了 这才是安心 万一是恶性肿瘤呢 是会死人的啊 不是感冒不死人的啊 那个李市长 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柯文哲市长 你可以打电话把这些 我是很乐意为的全民的安全 李清元大哥 他等一下会秀出一些资料 我觉得捷运局这个单位怪怪的 如果没有李清元去调资料 你没有余列李市长在我们前面呼吁 捷运局公布监测资料 没有这些发展 捷运局是在冲起来 所以你这下定位 柯文哲市长 柯文哲市长他4月24号才决定要进驻 很显然 因为李清元大哥拿到了资料里头 你知道吗 他是去年已经很多去年的谷泥哦 这出现很多是危险值哦 小天我想借这个节目 市长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对谈 我觉得现在分两个监测 在未来远雄到 5月底的这个地区的开花 必须要随时 捡取有24号时的监控 监视画面 或是有派人住在工地 因为这个随时有涌水 有隆子这些破坏现象 马上要停止开花 马上要去做 联系币的支撑补强 马上要做出一些因应对策 甚至要回田要换江 都是分秒必争 这个是紧急应认措施 另外捷运隧道 捷运公司的捷运局的人 自己下去监测 也不要交给人穷了 你这个隧道啊 它的收任点 它这些位置啊 随时用光波测距去测它的坐标 马上知道 它最大的4.2mm 或是3mm的 隧道的变小 或变大 这个量也没有持续再增加 还有轨道底下的沉线 你刚刚讲已经到5mm 这个也没有再增加 如果有增加 都必须要采取立体的一个行动 比如说捷运的车子马上停下来 然后隧道马上要去做 做一个检查 然后做一个补偿的一个工作 这些都是分秒必争的 我不晓得 如果柯市长愿意接我电话 我当然很乐意提供 因为我本人啊 我在国内机构 我从事这个升级组啊 有1、2、10年的经验 我们从设计到施工 我经历了太多的这种 各种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 非常谢谢李市长 我希望远雄这个大抵 真的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我也希望不要再影响到 捷运的安全 我希望这些所谓的这些状况 我希望真的不要发生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怎么去强烈去监督 所谓的捷运局跟柯文哲 去面对这个情形 尤其远雄的部分呢 来我们听听看 周立良昨天有一段 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谈话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应验态度呢 来听听看 有一个是9.5 9.5这个数值已经超过 它的行动值几乎快两倍了 那这样的数字到底还安全吗 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是 当初你们在 他远雄在施工之前 是不是就已经有料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隐瞒了你们 还是你们在探测的时期 其实你们就遗漏了某些状况 所以到最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9.5是不是安全 那9.5这个数字是给我们一个警讯 就像感冒流鼻水一样 我们会发现说 哎 反正快感冒了 那我们去检查里面 大概这个疫状 没有什么疫状 最重要还是隧道里面的 这种现象 有些变味比较重要 那发现这个9.5 虽然到行动值 对我们的隧道 给我们的结构基础 严实上没有什么影响 来 我请教的清明大哥 你这边拿到 还有去年的资料是不是 是 一月份到四月份 已经这个所谓的拱形隧道 它的垂直变位 包括连续币 连续币都是危险值的 大部分都进入危险值 那你说去年 去年的状况是什么 根据我现在所调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 这个捷运来讲 隧道断面的收链点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捷运的隧道里面的上行线 跟下行线的轨道行驶 那隧道断面的收链点 这个大家听不懂 把它解读成隧道 这个叫垂直断面的变位情形 就是隧道本身有没有变位 那垂直上面有没有变位 其实就是一个拱形的隧道里头 对 上下有没有变位 上下有没有改变 对 它是这样算的 它这边有个点 这边有个点 然后它可能这边还有个点 然后取得这个三角 然后它有个中心点 有没有改变 然后看它有没有改变 对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看 事实上从去年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去年的差不多9月的时候 9月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点 已经出现所谓的警戒时了 那去年的10月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监测点也出现警戒时了 最重要是这个监测点 这个监测点在去年的11月 各位看到没有 就已经超过2.5厘米的 这个所谓的危险值 2.5厘米就是危险值 那逐渐扩大 到了今年的4月 因为可能有震灾的关系 就扩大到3.1厘米 地震 这是完全是进入 整个的是危险值 可是呢 我们台北市政府 在去年的9月也好 10月也好 我证明的结果 一直到今年的3月为止 从来捷运局 没有因为有监测数据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然后呢 跟远雄啊 去做密集的 所谓的双方的互动 然后要求对方采取必要的行动 那么完全没有 所以导致什么现象呢 各位看到 你说什么事都没做 几乎都没有做 今年3月以前 完全没有跟远雄 有各种认为 所谓的 他的所谓的施工的方法 是不是要互相要有一个配合 让他不要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各位看到呢 他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 那你有问捷运局说 这个点出现这个状况 去年10月份 这个叫做感冒流鼻水的问题吗 我觉得如果说 要感冒流鼻水的话 在整个隧道 对面收敛点部分的话 其实去年9月10月 就开始流鼻水了 可是流到今年的4月以后 变成全面流鼻水 各位看到 所有的监测数据 全部进入危险值 等于是他有监测点 这个就是他的拱形 变形的一个数字 这个垂直断面的变位的状况 他全部进入危险值 那么危险值 这个字 市政府非常的可恶 他都用行动值的 行动值 来跟社会来听听呼咙 事实上 整个的捷运 他的监测的数值 开始进入警戒值 然后进一步就进入危险值 结果呢 他故意把它讲的行动值 外面都听不到 那事实上危险值就是 你已经要付诸行动 来去保护他了 再不保护他的话 行动管理就是你要付诸行动 其实就是危险值的 对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那个刚刚那个是属于 整个的环状隧道的部分 那这是连续壁 内外的寝渡管 寝渡管 讲白了就是连续壁 壁内跟壁外 它的寝协度 有没有达到警戒值 有没有达到危险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根据我调出来的 从去年一月一出 调到现在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巨蛋 它在整个施工的时候 它比临我们捷运这个方向 它必须有一个连续壁 连续壁 那连续壁距离我们的捷运板南线的话 最短的距离是12.6公尺 最长的距离 在易仙路端那一边 是19公尺 所以它的距离有点不太一样 大部分距离都在 差不多13公尺左右 那这一个连续壁 它如果发生倾斜的话 它当然会挤压到 我们的板南线的隧道 它的安全性 包括暂体的安全性 那这个状况来看 就很清楚了 在去年的4月 就有一个壁外的寝渡管 它出现了警戒值 这是一年前 对 这是一年前 什么叫壁外呢 所谓壁外是从大巨蛋来看 大巨蛋以内叫壁内 连续壁内 大巨蛋以外叫壁外 所以这个等于是靠向板南线的部分 它的一个寝渡管 那么各位看到 到了103年6月 有另外一个寝渡管 这有时候很奇怪 它有时候会正会反 会有一些微的移动 可是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壁外的寝渡管 各位看到 一路都是警戒值 一路到你看 今年的10月 还是一样 警戒值 对不起 去年的10月 到了去年的11月 全面进入所谓的危险值 这一个壁外寝度 这一个监测点 全部进入危险值 可是 很清楚的 我们的检疫局 不管是去年的 6月也好 还是去年的 进入危险值的11月也好 我们的检疫局 全部都在睡觉 没有针对这样的 所谓的危险的征后 包括所谓的流鼻水 这样的话 开始 所谓你流鼻水 感冒你就要去治疗 它没有任何 跟远雄有任何治疗的动作 这些监控资料是 捷运局自己监控 还是靠远雄 人员的监控 这个全部是远雄营照 他的监测的时候 用月报表所提供的 那么通常是提供给体育局 体育局在整理 远雄老实提供给你 你捷运局都知道啊 结果他 他捷运局完全 几乎是自知不理啊 然后他今天 我特别问捷运局 东宫处处长 他就有 我们有打电话 跟对方联络 有打电话 跟对方要求 结果我说 没关系 你通年记录给我 你相关的资料给我 你的要求给我 他完全拿不出来 所以讲白了 就是空口说牌话 那这样的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啊 到了去年的12月 壁内的寝渡管 两个 它有两处 有监测器 全部进入危险值 那么 所以你去年底 至少这两个地方 你看去年 壁内的 全部进入危险值 壁外的有一个监测点 进入危险值 然后呢 往1月2月 越来越严重 到了今年4月24号 最严重的就在这里 因为安全是55 对不对 全部都超过55 安全值就只有55 55 对不起 是安全值是 对不起 44以下 44 在那边 警戒值 OK 44厘米警戒值 55就达到了 厘米就达到危险值了 那各位看到 刚刚所说的 9.7公分就在这里 可见它继续恶化 变成9.7公分 现在最新数据 对 是9.7公分 是 而且是在4月份 等于恶化 从1到3月 就是刚一月 你讲 有4倍 3倍 4倍之多 现在几乎来讲 这123456 6个 壁内壁外的 这个所谓的 寝度管 它所测出来的寝贴度 都是有危险值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这个我就 没有办法 我想请教 你们在场各位 这里头是 据运局在隐瞒 柯文哲市长吗 所以呢 是不是 来为什么这边都点头 来学生大哥 你认为是有隐瞒 对不对 那游宜先来 为什么 游宜你认为 这中间有隐瞒吗 包括据运局 到底在避免 什么办法 好 游宜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们柯市长上任的 第一次市政会议里面 我们就已经把这些 当时我们志工 针对去年10月的 监测报告所 做出来的图说 直接提供给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然后也提供给市长市 然后所有的陈庭书 都被 全部都是被 那个体育局收走了 然后体育局收走了以后 然后我们后来 1月8号 再跟副市长 以及周理良局长 面对面的 在台北市政府 11楼的 郭席流厅 开会的时候 其实会议里面 我们又再把 这一个监测的 我们做出来的 监测的图表 直接在秀在投影片上 给副市长看 给周理良局长看 当时 所以给林青蓉看 给周理良看 对 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些 古迹的这些照片 裂损的照片 跟监测的数据里面 跟这些达到红点的位置 跟古迹裂损的状况 是几乎是符合的 然后我们也把 大巨蛋园区的这些周边 达到这些所谓的 危险值 或是警戒值的图表 也全部提供给市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 像光复南部这一边 已经都是警戒值 靠市民大道 所以他对面的 这个大楼人行道 是整个裂开 甚至他们现在下面 已经开始胜水 就是清源大哥最清楚 对 然后现在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 在忠孝东路这一侧 也有好几个 已经达到 就是达到危险值 然后甚至有好几个 达到警戒值的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 在对照捷运局的 这是我们的伙伴 就是资讯组伙伴 帮我们把两个 捷运局的图 跟我们当时的图 直接合在一起的一张图表 你可以去看得到 我们当时提醒市政府的 这些 已经达到 行动危险值的 这些红点 跟我们当时提醒 达到这些 警戒值的这些黄点 跟现在捷运局 发生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 变形变位的 这些数值的点 几乎都是match的 都在相够拼 对 所以我们去年12月 你记不记得 几个月前我要问你说 为什么我都要不到 最近的资料 你知道陈文山老师 今天打电话 给我们制作人说 你们上次给我那个 中烟文创的附近 在去年已经达到危险值 那现在的状况呢 陈文山老师会觉得 不可思议 那现在的状况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是昨天 清元大哥他们 去要来的这些数据 已经佐证了 当时10月份 所发生的这些状况 一直到现在 是持续恶化 而且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去年 12月30号 陈情书7份 送到台北市政府门口 开记者会 陈情 体育局把7份 都收走了以后 请问你们这7份 交给了谁 我们其中一份 是要给捷运局的 我们其中有一份 是要给捷运局的 然后再来是 1月8号 周理良局长 你跟我们当面 开会的时候 我们跟你们 做简报的时候 难道你们都没有 警觉到这些 已经达到危险值的 这些呈现点 你们的捷运 会不会受影响吗 所以为什么一直到 现在4月24号 柯市长说了 你们才要进去里面看 然后你看 靳远大哥 刚刚的图表 秀得非常的清楚 已经是完全 全部 全面已经 非常多 很多的点 都已经达到危险值 是 你早就可以 小感冒 像靳远大哥说的 从去年的小感冒 你就应该开始 帮他治疗了 现在真的 已经是发现肿瘤了 是 你也觉得一切一切 如果是这样子 捷运局是 领谁的薪水 所以里面有很多 捷运局 有非常多的旧官僚 你要问他是 在职的时候领谁的 还是退职后 现在为什么要隐瞒 为什么很早 柯文总应该先办 捷运局相关的捷运局 不过林青蓉叫来问 我很早就有讲 我柯P的领导统议会 出问题 他未来会 令不出市长事 他管得到的人 只有他眼前的几位 局处首长 因为他现在 最早就看出 他里头有鬼有问题 因为市政部有八万员工 但是柯P这种领导方式 他是跟 他的底下的公务人员 是为敌的 是站在对立面 不是这种轻护态度 跟他领导方式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会变成 很多人就遮蔽 事实不跟他讲 然后他翁到哪里 大家就皮绷到哪里 他一飞开以后 大家就 先听我讲 就是说他翁翁 翁离开这里以后 大家皮就松下来了 所以变成很多的事情 他并不见得会知道 这个情形 所以我觉得柯P 他怀抱了那么多人的期待 进入了市政府 我觉得我不能纵容他 就是说我们要把 所有的问题告诉他 就像鱼脸 你的逻辑我有点听不太懂 我觉得很多人在 亲户的态度 跟他领导统议 然后翁翁翁到这里 会有除弊 就变成市政府的同仁 现在就是仰望柯P 讲话才办事 柯P不讲话 他就不办事 所以检议局今天这个事情 老早 1月8号已经给检议局了 不只你要算 刚刚亲人就讲 11月就已经开始 出现警戒值 12月他就任 到现在一路过来 现在已经4月底 经过了5个月时间 为什么这讯息他都没有收到 第二个 鱼脸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游艺一直觉得 你一直摇走 为什么 去年10月就发生了 这些检测值的问题了 那我们的好市长在干嘛 不是 而且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你们两位刚刚的冲突 其实我在旁边听 我必须持平的说 定宇哥刚刚讲的 这些财团 或是从马好的 这个体系下来要反柯P 这个部分我支持 学生委员刚刚讲说 我们绝对不可以太宠柯P 他做错事情 我们就要骂 这个我们也正在做 所以我昨天已经开标了 你们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 所谓昨天一周刊丢出来的 这些折中方案 我昨天在几个节目 全部都开标 你扣文哲 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自己说要让远雄提 第二方案 第三方案 第四方案 远雄提了没 远雄没提 你们自己安险小组先丢出来 你们在干嘛 本来应该 你自己说要跟他拆商场 拆巨蛋 结果你现在说 只要一楼进空地下停车场 不要停车 就可以继续盖 你这些东西你跟我们讲清楚吧 所以我们该骂的都骂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公民的角度 他们做错事 我们一定监督到底 可是事实上 包括像安检的这一部分 也确实是有一群人 正在黑手进来 想要把这些东西挡掉 所以我们时评来讲 然后我一定要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去年提出来的监测报告 这不是管理不散 这是犯罪行为 然后再来是这些公务人员 这不是管理不散 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公务人员本来就应该要 站在人民的利益 从头到尾身监督 不管市长是谁 公务人员本来就有他职责 要去保护我们人民 你怎么会管理的市长是谁 要不要做事 有意有什么本事 拿到很机密的资料 没有啊 这之后不是什么秘密 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们现在 把资料打开来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知道危险 可是这些资料 对远雄不是秘密 对捷运局不是秘密 对体育局不是秘密 行动职 好了它是个专业名词 它里面有两个阶段 警戒跟危险 我们不懂 你们懂啊 进入到警戒 叫做小心施工 写在内政部营建署的 作业准则里面 我秀了两次了 进入危险职 要停止施工 找出原因 这都写在准则里面 你去年远雄看到这个数字 体育局看到这个数字 捷运局你看到这个数字 你们通通不做 什么事都不做 这不叫管理不善 不是翁翁翁飞到这里 你就动一下 翁翁翁就不动 不是那件事情 而是他们在为什么不动 你如果从2011年 6月14号 远雄急得像热锅上蚂蚁 他必须在一个礼拜内 赶出建造 否则就要解约 6月14号捷运局什么都没做 就同意了 也不外审 也不内审 就准他往下挖超挖 超过原来设计的13米 挖到22米 今天这还有人说 多深没有影响 基本的土木原理 往下垂直的话 深度的平方 跟那个测力是正比 如果加上弯举力的话 是立方比 所以为什么最近越厉害 越挖越深了 那我问你吧 那周理良总是柯文哲的人 我看 他的人做不对也该办 但是对 我学生刚刚讲说 柯文哲跟公务员为敌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 因为这个公务员体系 是十几年都是 马好事 我们家人有人在市政府上班 我不觉得有什么为敌 而是他没有办法穿透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八万大军 他领导有问题 你去也是这样 这个什么天使去都是这个样子 而是现在既有体系 他们共犯结构的状况 我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周理良 他可以睁着眼 什么都不讲 周理良叫做捷运帮 那捷运帮 全台湾的捷运 全台湾的捷运 就是这一群人定的 中捷也是 高捷也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帮 我们帮柯文哲市长 把捷运帮的这个黑幕给打开吗 我把我刚才的结论讲完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 技术上有问题 这些报告都已经有了 你阵风出是死掉了吗 你只要去问他一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为什么没有照行动值的危险标准作业 为什么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停到现在 我告诉你远雄去年底就解约了 是谁在包庇 来来来来 就是松烟的骨鸡已经出问题了 第二个清源大哥讲的 捷运也出问题了 但是为什么松烟出问题 捷运出问题 其实市政府知不知道 知道 那知道为什么不处理 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马好 马市府 好市府 之前 那第二个阶段是 柯文哲上任之后 所以我们这个要看清楚 那我们现在发现 捷运局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捷运局最大的问题是 完全轻忽 他认为不重要 为什么 第一个 整个巨蛋的管主管单位是谁 是体育局 那体育局说 我只会体育 我把巨蛋盖好就好 其他都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证明一件事情 因为盖了大巨蛋 所以松烟出了问题 因为盖了大巨蛋 所以板南线出了问题 那现在最重要是什么 这些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可是看起来 从周理良的昨天的讲法 我认为说 他是发言失当 他不只发言失当 更严重的是 他整个捷运局的轻忽 他到现在还没有注意 为什么 庆恩大哥如果可以 拿出那么多数据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捷运局 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数据 当委员这么认真 在查案的时候 请问柯市长 你们在干嘛 你们还在跟远雄搓汤圆 你觉得我们人民 可以接受吗